据统计呢 我们从1月24号开始 那么暂停了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 经营团队旅游业务以后 当时在海外的这个团队游客呢 达到了25万 在这个外交啊 民航啊 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包机 通过这个改签航班 那么陆陆续续呢 他们开始有序的返回 面对他们这个迫切的这个 回国的诉求 我们呢 想要做的呢 就是说尽全力呢 安排他们回国 因为呢 我们想 无论呢 你在哪个远方 祖国呢 始终在你的身后 最终呢 通过和外交 民航 海关等相关部门大力协调下 境外团队游客呢 有序的返回 到目前为止 也就是昨天 还剩下不到90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 这个阶段 我又把